Hello大家好,欢迎来了我的频道,我是Nina 今天呢我们在家做蛋白糖 那蛋白糖呢是一种非常健康 非常简单的零食 在家里面做呢非常的方便 那所用到的原材料呢就是 三个鸡蛋的鸡蛋清 然后还有一些糖粉 还有一点点柠檬就可以了 做法非常简单,易学 想看的小伙伴呢继续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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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现在已经烤好了,检查这个好没好 检查这个好没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看它容不容易拿下来 你看它拿下来下面没有任何粘粘 就是烤好了 像这个是我之前尝试 就是现在没好的时候拿回来它就会有粘粘 那我这个一共烤了两个小时 其实它烤的长度时间跟你这个东西的大小有关 它就是越小的话 直径越小的话烤的时间越短 然后你烤的直径越大的话 你烤的时间需要越长 那我这个差不多是直径两厘米 烤了两个小时 你看看中间是一种酥酥的 有一点点像马卡龙 好,那我们今天的蛋白糖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 订阅转发加评论哦 我是Lina,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